我们来祷告 来 父神们献上感恩 新的一个星期又开始 求神让我们每一天的行程 都能按照神灵自己的心意来进行 让我们享受在神灵自己的同在同省当中 我们也在你的话语里面 拿到根基 拿到动力 拿到安慰 拿到提醒 保守我们今天无论是有人不能来 或是这些第一次已经有参加的 求神继续使用我们这些high tech的工具 使用我们过去的经历 对神你自己的话有更多的认识 如果今天不妨不愿参加的 求神让他们能找机会 进来重新在网上可以来听 来学习来成长 如果是第一次参加的 也求神预备他们的心 就让我们能享受在神的话语当中 享受在彼此同行 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爱的氛围里 就是你开孩子的口 今天有很多的变化 但是在神里面都是有平安的 谢谢Tim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 Amen 今天我没有把我的电脑带来 就放在家里 所以是一阵混乱 就用新的电脑 孩子帮我买了新的电脑 然后梁牧师帮我把旧的档案找到了寄给我 所以经过很大的曲折 但是感谢神 我们今天还是可以按计划来上第二讲 那第一讲我没有定题目 那第二讲我就定了题目 第二讲是供举网站的使用 然后初稿的练习 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是使用网站 然后当然第二个重点是初稿 这first job可能蛮有一些人很好奇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 而且来操练初稿 那要谢谢郑姐 她帮我打了一些字 然后电脑借给我 要谢谢她 好 那我们就开始 来 灵修 灵修就是我们在这个海报里面 或是说 我不知道应该有放吧 这是可能是主题经节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聚集 这个分享的主题经节 那我来念 听不到后书二章十五节 那这是我以前在这个教会 在以前服事的教会门训的时候 通常这一节会被老师门徒 然后或是公开来分享这个经节 我来念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 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 那因为跟你们一些人 已经有蛮多的认识 那有一些人已经认识很多年 那有一些是开始在认识 但是已经蛮多的认识 但是总是希望 无论是跟我在认识很久的 或是才认识可能不到一年的 那都能可能感受到说 张牧为什么这么看重神的话语 那你们也可以在当中 慢慢的去享受吧 享受看重神话语 带出来的祝福 那这个就是说我的理由 所以我们也要做解释解经 没有 对我而言 就是为什么我那么享受这个经节 或是看重这个经节 因为这里说 你当尽力尽所能的 你可以看英文版 那因为中文竭力应该是蛮传神的 那对我而言 就是生命应该是尽心竭力 不是够了我这样就好 对我而言 就是尽心竭力能做到怎样 反正就是做该做的 英文是do your best 那应该是很精准的 然后在神面前 所以我的侍奉 我的生命应该是在神面前的 那讨神喜悦的 那讨神喜悦当然就会 在神面前我是没有愧对神 没有愧对自己 其实对每一个基督徒 对每一个同工 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祝福 对我 那可能看很多的榜样 那我就会享受说 那在神面前没有任何说 神我哪里怎样 或是那我们是尽量 我们不是说我已经怎样 那每一个基督徒可能就尽量做到 竭力做到完全的地步 那这个就是我怎么在神面前 一点异地的被神来修剪 然后一点异地的进步 然后希望将来见主面的时候 不要说完全没有愧疚 但是愧疚越少 我想神就越喜悦 那最后你可以看到英文版是一个分词 那我想分词就在解释前面 对我而言就是说 后面这个是怎么来表达前面的一个方式 那我是不是有领受 活出忠心在最后这个按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 就是怎么讲解神的话 真理的话是正确的 那其实圣经有这样说 是正确的 那英文可以看应该是很清楚 那怎么在传讲 或是分享 或是甚至带一个敬拜赞美 或是一个祷告 我们等一下会看有祷告词 那是不是我能正确的 我自己有没有正确的 在神的话语里面 尽力神的心意 原来的心意 第一层的意思 我能正确的传讲 那真理神的话是真理的话 是对我而言 是怎么把圣经讲的正确 那这个应该是 往在神面前得到神喜悦 然后减少对神那个愧疚 对自己觉得自己怎么在这里 做到做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这个就是我的灵修 那灵修这句应该是对我 可能常常每天 不算说每天 几天就想一次这句话 那是我的灵修 好 那灵修完 我们刚已经祷告了 所以我就开始进行咯 那如果是今天第一次了 我今天会有复习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鼓励你去把第一次 可以听一下 那有小小的声明 这是第零像 小小的声明 就是上次有可能我讲的太快 还是可能有人就说 是不是不应该读圣经为了自己而读 其实我不是这样说不能 因为我们讲道都在讲应用 使用 在我生命里面对我的影响 那当然那是必要的 所以不是说不能 那就读圣经是要怎样 好像张牧给你们一个很大的 不是哦 我意思只是说 出发点是从认识神 读整本的圣经 从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始 我们是为了更认识神 更经历神 所以那是阻止 但是认识神 经历神 我上次有讲 最后会反射到自己 神要对我说话 神要让我 希望我更多的去向神 所以其实当然 最后还是会反射到自己 只是说 我说不要 是不要把读经的目的 看成我意的目的 或是最重要的目的 是帮助自己 那其实可能不是圣经 最主要的 那你读经文 读神的话是帮助自己 那神放到哪里去 好像我是说 避免这样 避免把那个看成 第一重要 唯一重要 就是听讲到 今天怎么对我没有帮助 每天的灵修 怎么对我没有帮助 不是这样 所以我只是 调整大家方向 但是认识神 最后还是反射到自己 所以圣经对我们的生命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要特别修正一下 特别修正跟补充一下 出发点是认识神 但最后当然要回到自己 因为我们要受 神的话语的塑造更新 然后营养分 从神的话语来拿 那最后当然 还是要回到自己 这是特别说明 那怕大家误会 所以以后 好像读经为了自己 都觉得很愧疚吧 是这样 千万不要这样 那就是我真的是 是没有把你们 带到那个享受读经里面 我真的是不应该 有一点点小小的更正 那这个聚集 我说这个不是一个课 我们是一个gathering 是一个聚集 是一个团契 那不是来做圣经问题解答 我也没有到什么回答 几百一百个问题 圣经难题解答 我不是来做问题解答的 我只是在带领大家享受读经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希望是跟课程有关 那如果是圣经的 那个一些知识性的问题 很想问我 那如果说跟生命不一定有关 或是说知道了 也不见得对我们的信仰 所谓的生命 带来太大的帮助 我想就放下 譬如说很多人对 创世纪一二章 创造的怎样啊 过程啊 先后啊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没有人有办法替神回答 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 如果圣经写 但是时间的多少 前后的顺序 经过多少年的变化 中间是不是经过几亿年的变化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那譬如说 启示录好了 有一些 未来要发生的这个意向 我们也不能回答 怎么七碗啊 七个碗 其实这些七个什么的 我们不一定知道是什么 所以其实你知道那些 可能对我们的生命 可能不一定也会带来帮助 所以有人就对启示录 非常好奇 但是我都会告诉 我们以前在服务师的地方 启示录可能就读前三章 如果你要细读的话 查经的话前三章 启示录 那后面的 你就多这样读过去 怎么去拿到 这后面这十九章 对我们的生命 对教会的生命 到底带出来是哪一个大原则 这是 所以不是细节你要弄到 因为也不信 大家知道 那个标准的答案是什么 所以这是鼓励大家 所以这个课不是在回答问题 所以要做说明 但是我就尽量 我就尽量 好 那就 所以要慢慢来 来 复习 那复习 第一个 圣经 或说祷告 对于基督徒的生命 还有生活 应该是生命跟生活 我会改 那这个 这个档案我都会给梁文师 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 是超级重要 超级超级 我们有个图 等一下会看 那个经过 正解帮我整理那个表 重新编排那个表 等一下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表 那第二个复习是 圣经 旧约 新约 三十九二十七 可能不同的文体 不是可能 有不同的文体 比如说 诗歌 比如说 那个历史的记载 比如说 律法 比如说 可能是书信 这些可能都不同的 那个体材 不同的写作方式 那我们在读的方法 读那个所谓的approach 或是看重的角度 也不一样 比如说马太马可 路加 福内福音 跟那个 所谓的约翰福音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你读马太马可 跟读约翰 可能又是不同的方式 因为约翰福音的神选 我们上次有讲 神选味道非常浓厚 所以读的方式 可能以也光 福音书也就不一样 这是鼓励大家 所以很享受 读圣经就是这样 如果你能知道更多 那就会更享受 所以我是希望能这样 好 那第三 读经 研经 查经 我们都可能不同的 往深度去看 那重要是认识神 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认识很多很多 那当然从认识的开始 那方式呢 可能速读一天一章 一天几章 细读一天几节 一天研读 像我在伯州的时候 我说我一天读五章 很多 不是有很多 有一些姊妹们 也要一天读五章 应该有人就 也从 我在那边侍奉 有人就一天读五章 就是给自己一个 这样的操练 细读是一天读几节的 有研读 可能是很深入 甚至一天可能就 一节都还没有研读完 那是 那个不同的方式 但是我都鼓励 一定要速读 很快的 如果你是刚受洗 或是开始 立志要读圣经 那就速读是先 这是我希望你们 那不同版本的圣经 等一下我们都会 复习一下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上次回去没有看 那今天我帮你们复习 好 你看 你们跟上次表不一样 彩色 好 所以这是刚刚复习的第一项 可能有些人 很快听过去 或是没有回去再复习的话 这个表是基督徒 每天的生活 甚至是教会 每天的生活 那值的是让我们 站立的稳固 向下 你要常常省察自己 我跟神的关系 跟神的话语的关系 是不是在跟神的祷告的关系 让我跟神的关系更亲密 我的根基更稳固 所以向上 我透过神的话语 来认识神 亲近神 知道神的应许 知道神给我的提醒 然后祷告 跟神亲密 那因着这样 我常常省察自己的时候 我有神的话语做根基 我有祷告做根基 我有等候神 所以直的是向上 然后自己扎根在 这个世界的 这个所谓的土地上面 这是 那个所谓 减少动摇 那往右 你不能 我非常属灵 我跟神关系非常好 我很能敬拜 我很能祷告 我那个祷告是 倒背 那个经节倒背如有 但是我不能没有左右 因为你没有让神使用 你没有把你受到很大的部分 跟左右来分享 那就很可惜 我没有要干嘛 我说很可惜 所以向右 在教会的侍奉 包含周间的侍奉 在神果的侍奉 那是不是一样 你这个侍奉 每一个侍奉 都一样回到 神的话语为根基 祷告为根基 一样 没有错 你不能 我很会唱敬拜赞美 这昨天在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还在跟他分享 敬拜赞美 因为 因为有的教会是没有敬拜赞美的 所以我知道 但有敬拜赞美的 站上去的 就很容易在众人的眼光 在诗歌里面 特别就觉得我唱得很好 我音非常准 我会吉他 我会踮吉他 我会打鼓 那可能就会慢慢的 忽略了跟神的关系 这是神学家有这样 在读教会历史 的确有这样 不是我先讲 所以所有的侍奉 都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 以祷告为根基 才不会走偏 弟兄姊妹 才不会可能抬告自己 那另外一方面是 有人对你说什么 你就跌倒了 一生不再侍奉了 有的人就是因为别人的声音 所以一方面是 可能太高举自己 一方面可能受到很大的伤害 那其实就回到这里 神的话语为根基 祷告为根基 在当中就更能在教会的侍奉 能站得更稳固 因为不是靠我自己的邪气 在侍奉 所以那左边呢 其他的服事 今天在跟师母讨论 用什么服事 其实英文 我有说的是secular 那个secular world 就是在可能是教会以外的 在公司啊 在哪里啊 那可能其实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教会的侍奉 也可以 但是有时候 我们并不一定会把它看成是 在教会里面内部的侍奉 那这个时候 其实当然还要交托给神 所以还是要 打告 其实还是要靠神话语 工作 靠神的话语 打仗 在打这个世界的仗 是OK的 所以其他教会 神国以外的服事 还是要带到神面前 你办公室 如果你所占的地是圣地 神还是在当中 所以你还是把你的办公室 交给神 虽然他是所谓的 在secular里面 但是他还是可以让神 来做出掌权 所以你的四个维度 都不能忽略任何一方 这是鼓励你们 不能减少一脚 那好像就怪怪的 好 所以我们往下就复习 第二样 那第二样 为什么会讲到圣经的分类 再回来呢 我就鼓励你去想说 你读摩西五经 你读出埃及记 第20章的这个十诫 你读的方式 应该是跟读约伯记不一样 我想跟传道书不一样 跟读诗篇也不一样 或是真言书 我们说的三章五节 你也会跟这个读诗篇 读真言书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是十诫 除了我以外 不能有别的神 那个跟读约伯记 应该是不太一样 所以鼓励你们去想说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分类 那鼓励你去想 所以好 那下一个呢 新约呢 新约这27卷 那我也说 譬如说读使徒行传 跟读罗马书也是不一样 读使徒行传 是一个可能是故事型的记载 罗马书是基要真理中的基要真理 当然你十二章开始 也跟是跟生活生命的连结 但是读罗马书跟读使徒行传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享受是不一样的享受 使徒行传 你就跟着那个地理 上次有人问 那看到这个使徒们的个性 然后在一起是怎样 那跟读罗马书又不太一样 我给你们 那读罗马书跟菲利比书 可能也不是那么相同 雅各书跟希伯来书 也不太一样 虽然都是一般书信 雅各书跟希伯来书 应该也是不一样 当然读启示录 跟读马太福音也不一样 虽然马太福音里面 也有一点点的跟启示有关的 启示文学也有写在马太福音里面 但是读启示录 跟读马太福音又不一样 所以圣经就是这么的丰富 所以你们要知道更多 可以来跟我聊天 因为最近又有人说 很暗示性的 那说张哥可不可以带某某人 门徒 那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再带门徒 但有人就是可能要享受这些东西吧 又在试探性的 在问 这个就是说 怎么找到一个人 可以带你读圣经 那这是很大的福音 很大的圣命的福音 好 那接下来就新的开始了 比较新的开始了 虽然第二个不同的版本还在 但是我可能会讲更仔细一点 所以中文版本 我都鼓励你们 如果能一起读和和本跟新一本 那最新的中文一本是环球圣经一本 网上找 你就可以找到 都可以放进来 放进到你的喜欢的网站里面 所以最好是读两种版本 因为和本还毕竟是一百多年前 比较果文 而且直接是从英文翻译来的 所以和本影响我们很多 但是可能和本的翻译 有的并不一定是贴近原文的翻译 所以要特别小心读和本的时候 所以有新一本对照 或是有一个英文版本 英文版本一般都是用NIV 或是用ESV 那我在Fuller的时候是用NRSV 在读圣经院的时候 那鼓励你如果英文是还OK 放个英文版会更清楚 所以鼓励你们 哪些版本我不替你们定 但是我一般是使用 那个和本 新一本 那我现在会加了环球一本 然后英文可能是ESV或是NRSV 那NIV很多人使用 那鼓励你们 那其他本 如果你是每天的灵修 我都鼓励你们是加 如果经济还OK的 去买一个其他本 或是研读本 那你在每天的灵修 读完今天 比如说读完今天的十节 那我再看下面的一点点的注释 所以你不会不懂就跳过 那下次很可惜 你可能就 那你又没有时间去研读的话 研究的话 那其他本至少可以提 提供第一手 很直接 虽然有时候是比较简单 那至少可以解答 你百分之三四五十的问题 那我觉得鼓励你们 如果灵修的时候 能其他本放旁边 或是研读本也是蛮好的 那他们是有根据 合合本之祈祷本 加上一些牧者写的注释 那心意本是 是那个研读本 心意本加上 一些牧者写的注释 那就是研读本的 那个study Bible 那鼓励你们 所以今天我稍微再讲 详细一点 那如果你们真的要 需要有人解释的时候 那我可以哪一天找一本 你们到我家 我可以解释给你们听 所以送人家圣经 最好是送有解释的 尤其是木道有 那你送到他回去 他还读 连基本解答都没有 那如果有这个 你会解释给他听 什么叫做经文 什么叫底下的解释 可以解释给他们听 好 那不同版本 我们现在介绍 就是会进一步解释 我用三个圣经节来解释 尤其是第三个经节 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们预备心 那把那个笔记本准备好 查准备好 那第一个是 一部熟书五章十六节 我很喜欢的经节 有年轻人也很喜欢 要爱写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但是大家都是背 要爱写光阴 但是你可以看 新一本是什么 把握时机 然后英文版 直接是 用时间 你可以看到 那可能英文版里面 有的是用opportunity 那你就可以去看 可能是NIV 我没有 忘了NIV 是用opportunity 应该是 如果它是比较现代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 好像有机会 放机会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等一下 你看 等一下会有用 所以以前我们背的光阴 是不是不够完背 只是说 我们要爱写时间 要把时间买回来 赎回来 买回来 要爱写光阴 是不是这样 可能不止 那现今的世代邪恶 为什么世代邪恶 要爱写光阴 那鼓励你一定要 头脑要很享受 说我要知道 知道究竟 要知道所以然 不是跳过就好 不是念过就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可能那个是机会 或是时间 然后现今的 你可以看到 那个没有解释 那个世代邪恶 世代是什么 是时代还是世代 还是什么 你可能还是要 去研究一下 好 那第二段 是我们说的主导文 常常在 可能每个礼拜 在祷告的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叫我们脱离凶恶 可是我们每个礼拜 都在念 都在背 甚至有时候 周间聚会 也用主导文做结束 可是我们都说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但是上礼拜 我说 可是 怎么我们会跟神说 祷告说 不要叫我遇见试探 那不是我们就应该 关在家里吗 因为试探 可能在外面都是啊 你到 到外面 看到满街的 那个好车 再跑来跑去 试探就在那里啊 不是吗 那可能是就会 有时候 你这仔细想 会觉得 好像是 但是因为太熟了 因为 那个主导文 大家太熟了 可是你就知道 圆文的意思 我们可能没有拿到 那我们就是一直以为 我们不要遇见试探 其实是靠神的力量 不要落入陷入的试探里面 好 那第三个经节 我可能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因为这个经节 很多人都会在祷告里面用 我们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拜 来敬拜 但是 原文是不是心灵跟诚实 所以24节 有那个 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牧者 特地讲这一节 那如果你可以看 那个新一本 所以和和本是神是个灵 可是因为那是在讲神的属性 所以不太可能 神的属性是个灵 所以神的属性是spirit 是灵 所以是灵 神是灵 无所不在 灵 可能无所不在 神不是具体化 不是拜武像 去刻一个东西 所以那是特指 神的属性 所以不是个灵 然后再来呢 敬拜他的必须 靠着圣灵 或是在圣灵里 在真理里面敬拜 这是信义本 可是我们在和本 是用心灵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 是用我自己的心灵来敬拜 但是是不是可能是用圣灵 在圣灵里面 因为spirit这个字 希腊文是没有大小写 所以加上大写才是圣灵 可是因为没有大小写 所以大家就要 从上下文来判断 是圣灵 还是我们自己内在的生命 因为是 你看就看圣灵 以后我会告诉你们 就看圣灵 所以西一本 或是蛮多的学者 现在 近代的学者 都是认为 应该不是我的灵 怎样 我说在这敬拜 那我的灵 如果很脆弱 很软弱 很不是怎样 那我在里面敬拜吗 好像也不太对 你鼓励你去想 那是不是按着诚实呢 那个牧者特别讲 可是如果佛教徒来教会 他用着诚实来敬拜 他把那个耶和华 也当成那个佛里面的一位 他是按着诚实来敬拜 是不是对 那个牧者特地这样讲 所以你可以看英文是 truth 是在真理里面敬拜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常常在祷告 可是很难改过来 我几乎在每个教会都会讲 可是大家祷告还是 我们要用心理跟诚实来敬拜 其实是蛮难改的 因为我知道是蛮难改 因为你背了很多次 所以你是心理跟诚实 可是你要怎么说 神让我们在圣灵里面 在真理里面敬拜 很难改过来 但是我就希望 我们今天是来享受读经的 我不是来挑你们的错误 因为那个牧师讲的时候 我应该是一学还没毕业 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希腊文自己在读 那约翰福音 我又修了面课 所以就更多的去理解 跟享受 所以鼓励你去想 是不是圣灵跟真理 比用我自己的心灵 跟诚实来敬拜 更合道理 不是更合圆文的意思 但是怎么像圆文的意思 因为spirit就是这样 所以它没有大小写 然后真理可能 另外一面有人 是用诚实来翻译 但是就是你要去挑一个 所以你要判断 要判断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 那个圆文会比较合适 那如果不知道圆文的话 你看张哥今天就用不同的版本 让你引起你的好奇心 那你就只好要去找答案了 因为用不同的版本 就是帮助我们 所以这是特别有说明 所以我今天不是要你们干嘛 我不是要给你们加力 我又要特别叮咛 是说其实和合本翻译的方式 可能是一百多年减的 或是用懂英文的人去翻译 甚至里面可能是汉学专家 不一定是在鼠林里面 是怎样的认知或是了解 所以才会鼓励你们 多拿一点现代的中文版本 来做比较 只是这样而已 那你就会更享受到 哇原来里面的意思 可能是更深层的 或是可能跟和合本的翻译 不见得不尽相同 那我就要回到原文里面去看 或是来问 或是来问梁牧师 梁牧师啊你觉得怎样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答案 那这个是大家可以连结在一起 很好 好第四个网站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哦 如果遇到问题怎么办呢 先看不同的版本 先看如果你有那个祈祷本 或是研读本 比较有一些这些解释 如果刚好这个没有解释 怎么办呢 那问童工问梁牧师 那可能是张牧应该如果还在 那你们也可以问 那先问梁牧师啊 那梁牧师就会斟酌 好 那第二个就是 第二种方式就是 第三个方式 就是鼓励你们到 已经有人写好的网站 都要献上感恩哦 因为这些网站都有人花心思 把它架起来 有解经的学者 有募集者在旁边 在里面参与 有一些人是在奉献 用金钱来奉献 我们才能有这些 所以一应该是要感恩跟享受 那等一下星光 如果有机会 我也多讲一点 有时间会多讲一点 好 我们就以刚刚所说的 以福所书 五章十六节为例 来看CC Bible Study 来看这个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 这个今天这我都会给你们 那你如果说你要 你要用搜寻的 或是在手机里面打进去 华人基督徒 这个一定有 或是你直接打进去 CC Bible Study 或是CC Bible Study 打Net 那这个 那我其实有 早期去 去大陆 去内蒙短宣的时候 我有跟管主 要那个CD版 虽然那时候一些资料 还没有放进去 但是我又 不是网络版 如果你们要 我也给 我去那边都有 都有拷配给那边的同工 就如果你们真的 很喜欢读圣经 来跟我说 那我这个都可以给你们 就是不需要网络 直接在 在你自己家里 或是 那个在 在最高的山上 没有网络 你还是可以用 只要你有电脑 好 那CC Bible Study 大org 或是搜寻进去 然后你选繁体 或简体 你要 里面有让你选 你要看繁体或简体 我的那个 CD版 就是那个 随身碟的版本 是简体版 再来 选书卷名称 选一部首书 然后 选第五章 因为我们要看 第五章十六节 所以要跟着我 很享受 不要觉得是压力 我是没有压力 所以出来的 大概是这样 我就把它截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文旨意 要赎回光阴 或要抓住机会 你看他有原文旨意 因为日子是邪恶的 所以你看世代 他说日子 所以就知道说 你看他又 更贴近原文的翻译 在这个 华人基督徒 查经资料网站 人家里去架构 那底下有文艺解释 光阴原文是时机 然后底下原文 不是解释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为何要输回光阴 那当然是 作者 或是 王家乐先生 按他的领受 来写出来 那 画中之光 就是我们所谓的应用 注意听 这边很重要 所以通常这里 以前我们在带门徒的时候 都会讲 有三层的 要注意的 你们就抄下来 等一下会看到 但是先抄下 第一层就是 字的解释 原文的解释 字的解释 这边有 爱玺是什么 光阴是什么 字的解释 然后全句原文的解释 是什么 原文的解释 是什么 可能是 鼓励你们去看 上帝 可能是很 我们尽量 原文原来的 这一段 不是 这一句话 这一节 这一段要告诉我们 所以前面是字 然后再来是句子 或是节 或是一段 原文的意思 所以有两层 第三层 就是这里的 画中之光 跟我们生命的连结 跟我们生活的连结 是什么 所以圣经 可能一般 以前的 那个 我们在带的童工 大概都知道 三层 那现在的蛮多基督徒 都直接跳第三层 所以就随便 大家应用 但是一二层 越来越少人 去知道 神原来的意思 是什么 越来越少 大家都直接跳 应用 那是很可惜 很可惜 而且可能应用错误 就像这里 你一直以为是爱惜光阴 可是不是啊 爱惜光阴拿去干嘛 算那个上班吗 努力自己要做的事吗 还是珍惜机会 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 能服事的机会 就服事 能有礼拜一的机会 不要再说 我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那这机会就上市了 不是吗 所以五章十六节 应该带出你 珍惜任何 可以装备 可以侍奉 可以让失使用 可以爱人 可以去关心人 这样的机会 会带出来 跟爱惜光阴 是不太一样 所以鼓励你们 一层 二层 三层 那今天的一层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能就错失了 抓住机会 这样的原来的意思 就很可惜 我们要干嘛 我是说很可惜 赵木这件事 虽然是 昨天在海关检查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带我的电脑呢 那里面的东西已经打了蛮多 那怎么办呢 我就 但是就看到孩子们就赶快去找电脑 赶快去订电脑 这样 那就是蛮感动 那师母赶快打 然后梁牧师赶快帮我找 是一群人在这里面 反而让我有很多的祝福跟感动 你们今天就可以看到这些 感谢神 所以抓住机会 不然就说改天 下礼拜一再上课 好了 那西西巴布斯特里 华人基督徒查经资料网站 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 有一些地方是用所谓的灵意式注解 比较用其他的方式来做注解 更人的方式来理解 我就用这样来说 比如说路加福音最明显 因为他那个我大概都有看过 我说路加福音你看 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 中间的第十章三十四节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提上自己的身口 带到店里面去照应他 原文文艺 我就不再节路下来 但是又加了一个灵意式注解 灵意式注解就是蛮有人 不是蛮有 有一些甚至有牧者讲道 喜欢讲这样 那你就会觉得 哇这牧者讲道 怎么这么的丰富 你看油代表着圣灵 酒代表着神的生命 包裹好了 象征主的保养顾洗 扶他 提上自己的身口 象征主的卑微辅救 但是你又知道 耶稣基督在讲比喻的时候 比喻如果你了解 都就是一两样 那个中间 那个重点跟阻止 所以耶稣基督不会用一个比喻 要你去想到这个油是什么 耶稣基督的比喻应该不是这样 所以你又知道说 灵意式注解 应该是人 加进去 油 添一些油在那边 会让你觉得说 哇这个经节 好炫 应该是炫力 华力在这里面 但是这个你没有避免 所以如果你在用CC Bible Study 灵意式注解 你就是少看 最好不要看 最好不要看 因为你会带进去 以后我什么东西都在找 到底有没有灵意识 其实这样不是很健康 这三个只是告诉你们说 CC Bible Study 有一些地方会有这样的挑战 所以灵意式注解 就跳过 这样就好 请鼓励你们 提醒你们 也警告你们 好 好那这里稍微停顿一下 就是刚刚我又讲了 稍微停顿一下 小心注意 不要只看一个网站的解释 如果你尤其 如果你要分享给别人 你要分享给木道友 你要送人家经节 谁在失去工作 你要安慰他 谁生病 谁住院 我昨天在讲到 我还想到一个经节 有弟兄姊妹要进去开刀房 那我就是写一个经节 让他带进去开刀房 甚至跟他分享 那这个你要解释的时候 要送人家的时候 至少是要多看一点 要讲的正确 就刚刚那个 提摩太后说二章十五节 好 那第二个是早有口碑的注释 那早有口碑的注释 如果你们有经费的话 是教会有经费 就可以买一些有口碑的注释 那就比较不会错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字 第一层 第二个第二层 句词 一整词 或是上下文 然后这是第二层的意思 那再来就是应用 所以不要尽量减少 直接跳到第三层 因为它会有潜在性的危险在里面 那是鼓励你们 所以三层 我很少讲这样三层 那鼓励你们就是 把它听进去 所以享受神的话语 之余 也能让别人享受到 你正确的分享 譬如说有人 遇到困难 像张哥生病的时候 就收到很多的经节 很多地空纸面的关系 用经节送给我 那是很感 很感动的 几个月 好 时间还有吗 网站 静万爱信仰与圣经资源中心 那因为这个网站 我曾经跟馆长 也馆主也有联络过 跟他聊一些天 他说早期是一些 那个大学生一起 他们有这样的感动 就写了这个平台 那就慢慢的 越来越成熟 然后慢慢的就有经费 然后可以去拿一些版本 不同的版本的圣经 然后越来越多的 包含西大文 西伯来文 很多的那个工具 都加进来 所以非常非常完备 已经是非常完备 那在以前我服侍的教会 只要有上过门训的 几乎啦 都应该会有教导 这个圣经工具 信仰与 应该百分之八九十 只要都会有教导 这个网站的使用 那我会用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为例子来做 来做一些些的说明 然后 是请Peter帮我写的 不是我自己写的 因为 因为他们年轻人比较会用 所以我请他帮我写了 在那个画面 把它截录下来 那如果第一次没有听 很完全没有关系 如果你有练习过 最好 那不然就最后一次 在我家的时候 我会直接在我家的 那个电视 我家的电视是接电脑的 我不看电视 就接电脑 那我在上面给你们 给你们看 所以最后一次 如果是人很多 我们就分两次到我家也OK 那就 就会现场更多的操练 给你们看 所以不要担心说 到底我会不会用 不用担心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章目会负责到底 好 今天可能就是简单的介绍 那底下有几样 有兴趣的人 兴趣这个网站多练习 第二 如果你想要对神的话语 读得更清楚的人 或是对神的话语 有使命 有负担 有感动的人 也要多练习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神就给我看到 一个意象 虽然我那时候比较内向 那神就让我看到 我在教会的教室里面教导 那这个就一直留在 我的头脑里面 所以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那我其实也没有那么认真 我是一直到读研究所 才对神的话语开始认真 但是没想到 就把那高中的那个图片 再拿回来说 原来神很早就提醒我 所以如果对神的话 你想要知道更清楚 或是对神的话 有使命负担的 那这个网站一定要 多加练习 就像师母跟我 我们已经用得非常非常 非常熟悉 那我的姐姐 我有教我的姐姐 来使用 那门徒们更不用说 应该每一个 我们带过的门徒 我们两个应该 绝大部分都会使用 那第三个 我会 刚刚有讲 那就鼓励你们加油 这个一定要花心思时间 有空没空 不要在LINE上面玩 那个 那个播而来 播而去的 就是如果有人丢文章 不是教会的网站 不是你们的网站 我说跟那个朋友 那有时间弄 那没有 那个其他就赶快来玩 来玩信望爱网站 我不是讲那个 那个教会里面 不是 我不是讲那个 里面有很多灵修是很棒的 好 来 那开始这个都是 我说的是 Peter帮我做的 所以我刚刚说的 你用 vible.fhl.net 直接进去 也可以 你刚刚我说 我可不可以画图 好 我来学画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这个 好 在这里 好 那你可以直接打这样 或是 你可以按Peter帮我 节的方式 你可以打fhl.net 或是 或是你在谷歌里面 在谷歌里面 可以搜寻 信望爱 这个你可以搜寻 两个方式 或是前面那个 直接打 都知道了 没关系 我要尽快往下 那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 Peter 可能按着我的需求 他先点选了 进去之后 圣经阅读 就是 就是 bible.fhl.net 就是应该是 直接会进到 就出现 那这个网站 你可以看到 这么的丰盛 这么多的东西 都是 弟兄姊妹 用心 有人奉献 才有今天中国 丰富的东西 要感恩 要使用 他们当然 希望大家都能使用 所以你看到 Peter就说 提供不同 圣经的版本 Peter就 点了 核本 那你可以看到 他点了核本 然后 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点选的方式 那当然你可以先看一下 不同的版本 有哪些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选 两三四种 同时出现 那我刚刚又讲 哪些版本 那再来 你可以选什么呢 来你看 他可以选阅读 那你选阅读 比如说选 哪里 什么阅读 你就可以看 比如说选 创世纪 第一张 你看那个荧幕 左下角 它有箭头 慢慢看 那第一张 就出来了 那Peter选 两种版本 一种是 心意本 一种是 一种是 合合版 那你就可以对照 所以你以后 都有对照版 可以看 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用平板电脑 会更好 你在读经 灵修的时候 有平板电脑 或是有 不是用手机看 因为手机看 会比较辛苦 好 那你看 你也可以听 所以右边的这里 有那个 你开车 可以变听 你只要点选 然后他就可以 朗读圣经 给你听 如果你喜欢听 希伯来文 或希腊文 虽然我们听不太懂 那你可以感受到 旧约读希伯来文 非常好听 因为我有修过 但是我 希伯来文不是那么 灵光 我是很用心读 但希伯来文 读的不是那么好 那希腊文 我比较能读 希腊文的圣经 那你听 是非常享受 你可以听听看 好 所以圣经朗读 也可以了 你可以进到这里 选择哪一卷书 然后用什么 哪一个版本 用什么语言 都可以读给你听 不是什么语言 很多语言 都可以读给你听 那你就可以 在这边想 比如 边做 姊妹们 边做菜 你就可以边读 边听圣经 边听圣经 有人读给你听 好 那言读圣经呢 那底下 我们这讲比较快一点 这可能要现场操练 所以你看他阅读的时候 他会选中间 有一个所谓的strong number strong number 就是strong这个人 很用心的 把旧约的西伯来文 或是亚兰文 每一个旧约用了多少个字 他就编了多少号码 每一个用字 他就一个编号 那以后就这个号 就大家都统一了 遵照 这个 这个 史特东先生 所编出来的号 然后大家就统一 哪一个字 比如说 希腊文的 那个25号是什么 26号是什么 都是固定的 大家都固定 所以你就知道说 希腊文有编号 希伯来文也有编号 都是这个strong 这个 这个 这个先生所编的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原文来找 按照原文来 来对照 到底圣经中 这个25号 26号的 经节有多少 比如说新音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好 所以这个 如果你有空要多知道 这个再来找我 或是我们县长 操练 但是如果你要近身 一点点读原文的意思 你只要读这个 那个strong number 知道 你将来都 没有问题 希伯来文 你都没有问题 应该不是都没有问题 很少问题 绝大部分 应该都可以拿到 不是都绝都没有问题 但是里面有教你 什么 学习 希伯来文 这个网站也有 但是我应该 百分之五六十 希伯来文的原文 你都可以拿到 百分之五六十 所以没有问题 所以你以后可以唬人家 我会希伯来文 会希伯来文 真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再来你可以看到 他选一个爱 希伯来文里面 爱是25号 编号 可以看到 没问题 好 因为我们等一下 今天会讲 那个神爱世人 就是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这里面 他先把 strong number叫出来 你可以看到 在哪里 这边有红框 红框框 Peter都帮我们做好了 我是年轻人 我几乎只要拜托 他什么 他都是 很快就帮我找出来 所以他上班 是很忙 他在那边上班 是非常忙碌 但是他 他一定服侍是 从来不埋怨 这个弟兄 是 我还没听过他埋怨 认识他这么多年 这是 好 很享受 好 那爱25 25 那你就可以 在这个25上面 这个爱 你就点一下 25 你就可以发现 你看 你可以看 你已经会 希腊文了 那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 有这么多 他每一个解释 都在上面 所以你希腊文 你不用会读希腊文 你已经知道 原文的解释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这网站 对我 跟对师母 对跟很多 现在在 在 在读圣经 你要读更仔细的 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工具 跟帮助 所以为什么叫 阿嘎培 你看这个 阿嘎培尔这个字 是动词嘛 那是阿嘎培尔所衍生出来了 你也会念的 他会告诉你 用英文拼音 拼给你听 这个阿嘎培尔这个字 大概是 是这样 那解释到底有多少 我讲到很少念 希腊文去帮给大家听 我都直接 就是说原文的意思 大概这样 那你们自己现在可以去 就有些牧师讲到会念 但是我 我应该是很少很少 早期我还会带大家学 那现在比较没有 没有时间 讲到都讲不完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鼓励你们 如果说回到 那个经文的读 原文右边 你也可以看 简单的注释 除了那个 CC Bible Study 这边 信号案也提供了注释 但是不是那么多 但是里面注释 还有某些牧者 如果有录音的 也会放进来 但是康乃桑牧师 你可以听 卢俊云牧师 就要特别小心 卢俊云牧师 要特别小心 因为这我有跟 他们的同共讨论过 所以这个卢俊牧师 有时候会把他带到 那个 那我就特别小心 我只是跟他聊一条天 就这样 所以你们 康乃桑牧师 你可以听 但是这边 你要做特别的判断 这是鼓励你们 要去小心的地方 好 所以你可以 在进去读 经节圣经的时候 右边也有一些 简单的注释 就像这里 那这等一下我们会看 等一下我们会看 好 那 Peter很认真 也帮我们说 如果你这一节 三章十六节 你进去读的时候 右边一个原文 你可以把原文里面 每一个字 希腊文的字 都可以拿出来 你可以点进去 知道每一个 希腊文字的意思 那更简单 更简单在这里 那如果你自己用 大概就知道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用 以后到我家 师母就 蛮喜欢用这个部分 师母知道 他蛮喜欢用这个部分 好 关键字的查 那就是查 你看 有些牧者就会说 到底这个字 在圣经出现几次 那其实现在有这个 都很方便 你就打进去罪 查询 然后底下用整本圣经 你没有开始到哪一个书卷 出来 就是整本圣经 罪总共出现了 一千两百五十二次 大概就是这样 罪这个字 在圣经出现了一千两百五十二次 那如果太多次了 我们选罗马书 他就告诉你 罗马书出现了五十六笔 出现了五十六次 罪这个字 所以你现在有工具 根本是很容易 所以你以后再听谁讲到 会提多少次 那现在其实有版本 都可以帮你 你也 不是有软体 有网站 都可以帮你找 所以没有问题 这应该现在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 往下 所以罗马书的罪 这么多 出现了五十六次 好 那罪的意思 你就可以进去看 到底罪 我们原来的意思 是什么 其实在 我在讲道的时候 通常会讲 第二样 那个 Peter帮我们框出来 这个的里面 框框里面 第二样 没有射中目标 所以神所定的这个红心 我们没有射中 那个就是罪 所以 当行的善 没有去行 这也是罪 在雅各书 所以你可以看到 神的标准是这么高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都会有犯罪 不合神心意 不按着神的那个红心 去射中 当然都会有 所以罪不是 法律上说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文的意思 原来是这样 有一个很重要 没有射中那个红心 没有射中这个靶心 那这靶心是哪里来 审定的标准 那这个你看 应该很清楚 所以 这是罗马书 第三章23节 我们以前都要背的 不知道你们 对这节手不手 好 来 其他的 我想刚刚已经有讲了 你们大家也知道 这我就不再讲了 你可以定范围 菲利比书到菲利比书的爱 有出现几次 你可以直接答 我要知道菲利比书的爱 有出现几次 那就出现了八次 就这样 菲利比书 你们现在很熟了 应该是熟第一章了 那你就可以享受 范围里面 你要知道什么 就可以在希望爱里面用 好 所以 希望爱 下一次我还会再用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也不用觉得压力很大 我们是要享受 一定要享受 所以不要压力很大 不是我的原意 那如果想知道更多 我下次可能会直接在 往上面操作 也不一定 我再想一想 但只要到我家 我们都可以在 电视前面看 大荧幕上面看 你看我怎么操作 所以不用挂心 你一定将来会很熟的 只要你愿意 使用 都一定会很熟 我可以跟你打爆票 好 往下哦 初稿来了 今天重点 其实是初稿 那初稿 对 郑姐跟我而言 或是我们带的 在这个教会 带的蛮多的门徒 或是 蛮多带查经的 都应该 懂得初稿的意思 也常常在用初稿 郑姐都非常看重 等一下会请郑姐 做三到五分钟的见证 好 初稿是什么 中间有 弟兄姊妹很好奇 那因为我说 我不好意思 在上面就回答 那我想 就大家好奇心预备好了 所以我在百度上面 其实有初稿 我在百度上面走 初稿是什么 你看第一稿 草稿 最初的稿件 这是百度上面 再录下来 中文名字 也是百度上面 初稿 外文名字是 first shot 那其实跟我们都很像 以前我也不是看百度 那大概就是初稿 first shot 那张哥的解释 张哥章目的解释 说明大概是什么 初稿就很像是 写作时候的打草稿 大纲 写作的时候 或是做企划案的草案 你不会详细 先给看一下 然后这个草案 就是以后再根据这草案 然后再去往内部进行 或是画图时的构图 我不会画图开始就 一只手就把它画好 然后这悬在那里应该不会 我是不会画图 我是想象的 你说整个画图纸 那我的要怎么构图 全部大概这样 然后就画画画 画这个大致上的 所谓的初稿 所谓的first shot 那再往细节去进行 那初稿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初稿 我往下继续说明 初稿进到我们 你不要受这个限制 不要讲 大概就是这样 初稿我们是希望说 你读完这一段圣经 甚至一节也可以 你如果今天的灵修 或是你今天很看重这一段 这一节 那你读完一两次三次之后 都不要看解禁书 不要看注释 不要去想里面的答案是什么 直觉 记得叫初稿 直觉 写下你的感动 可能是圣灵给你的感动 也可能你整个生命的经历 里面的感动 或是现在你的处境里面的感动 或是你被提醒的 或是你想要找答案的 或是你想要分享给人的 你在读的时候不是要去指责别人 要去分享给人 我想到梁牧师现在遇到的困难跟挑战 那我很想把这个经节分享给他 所以我在这里面想 这个经节应该会对梁牧师有帮助 那我愿意知道更深入了解之后 我去跟梁牧师分享 所以这就是初稿 那他可以作为你属灵的日记 比如说我知道有人 每天灵修之后 灵修都要很安静 那灵修完他就把它一些写下来 写到他的一个本词上面 不止一个人在做 听过不止一个人在做 所以你可能把它看成是你属灵的日记的一部分 我读完三节读完五节 那我拿到上面这些 我赶快写下 赶快写下 所以不是要经过思考 不是要经过审慎的 所以读完一两三次 一直到写可能前后二十分钟 如果经节不是很大 那应该就是你的初稿 你初稿构图 你不会我要花一天一夜来构图 做完应该没有那个时间 我们以前在联考的时候也要写作文 那个时间当然没办法让你这样 所以很快的淋一下稿再草稿 那马上就要写进去了 以前我会写过作文 我还曾经在联考里面作文 那个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会写圣经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我在考联考时曾写过 一生对我影响最深的书 我写圣经 那当然是要写草稿 好可以作为你讲道 带茶经之前的预备的动作 如果你要分享给别人 很细致的分享 你要带茶经 或是你要讲道 讲道的人我都鼓励 我怎样鼓励啊 我也没有什么权利 应该要写初稿 张哥现在带罗马书 一定写初稿 那讲道我也是这样 会写初稿 到现在我还是这样 好 所以鼓励你们 你等一下会知道初稿 耐下心 我们是来享受的 不是来那个重担 我们是来享受的 我会给你们那个范本 都不用压力大 所以初稿记得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每一个人所在的环境 成长的环境 对于圣灵的那个所谓的给你的感动 或是你生命的经历都不一样 所以每个人初稿都不一样 所以不同你自己不同的时期 写上的初稿也不一样 我一年前读那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二十年前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跟我现在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应该都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所以那时你可以看到你生命的经历 如果你有写下来 你看到我每五年读一次三章十六节的话 你看到这五年我到底哪里不一样 在初稿上面可以看到 所以初稿可能是圣灵的感动 可能你自己的感动 可能你对什么的关心 可能你现在的对环境的关心都有可能 想想看 所以初稿你看 我觉得蛮棒的 所以初稿没有所谓的标准 你少一个诱瓜 你少一个 没有 没有 所以初稿没有标准 不是我的叫标准 没有啊 每一个 这我根本不是给你标准答案 所以初稿你没有寄给我 不是我的答案 没有比较好 那我会跟你聊聊天 或是让我看 如果有功课 你们愿意寄给我 我很乐意看 弟兄姊妹 我今天可能会有两 是不是有两个 本来要给三个 今天给两个 那如果你们愿意写来给我看 我很乐意来看 但是我不一定会给你什么标准答案 不是不一定 我根本没有标准答案 我可能会有一些简短的分享 这样 或是没有分享也有可能 所以初稿我们可以看 来 红字的 你可以看成是初心 我开始 不是那个初心 初第一次 开始的心 开始的感动 开始的悸动 所以这段经节 就是你开始 把自己归零 我虽然是六十几年的纪录图 没有了 我没有收起那么久 但我这教会可能很小就进去 六十几年 但是我要把它回到零 初心 来读 那个约翰 好 所以对圣经经文的敏感度 对经文与生命的连结 都是可以在初稿里面拿到 对圣经经文的敏感度 是我很希望你们能拿到 然后因为初稿是这样 跟这些有关 所以经文跟生命会有更深的连结 以下有没有道理 我进你们 好 黑石头进来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 早期在门训的时候 会用这四个字 师母今天这几天在跟我分享 就是用神爱世人 等一下我也让你看 整个三章十六节 因为大家都很熟 但是因为太丰富了 所以我先用四个字 神爱世人 这四个字 然后来看来写初稿 以前我们早期跟门徒 有的门徒会操练这个部分 操练写神爱世人 你用最简单的心 把自己归零 如果你是第一次假装 不是假装 第一次读到神爱世人 或是你现在把心全部倒空 开始神爱世人 你拿到这四个字 你的初心 你最单纯的心 你最开始的心 你会拿到什么 给你三十秒钟 来 我把这镜头挡住 讲好了 神爱世人 大家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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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曾经有美式足球队的一个四分会 把三章十六 写在脸上 刮在头皮上 我那个头发 用三章十六节 曾经有一年的一个四分位 三章十六节 好 你就知道三章十六节太重要 那这四个字你想到什么 你也没有开始想 那张哥就用我想的 我以前想的 你看这四个字 你可以想到哪些东西 灰灵 初心 主角是神 神爱世人 所以救恩是从神开始的 我的领受是这样 神怎么这么好 这位神是谁 去找 是不是可以找到 这原文的意思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会这么爱世人 他爱的方式是什么 等一下会 这是底下会说 对不对 那 好的坏的人 都是在这个世人里面吗 世人是包含好的坏的人 坏的人到底是什么 我在想 还是我自己的定义而已 那我自己想 那我写下来 很忠心的写下来 那我想要跟某人分享 神爱世人 我很想跟人家分享 因为什么 那你想 我感觉不到神的爱吗 我现在受洗 是不是 这个爱我已经没有感受了 不是我继续感受 神真的很爱我 你自己知道啊 那我要这样 拿到神爱世人 我要再次回想 我现在跟神的关系啊 那一般人相信的神 有这样的爱吗 我这想应该感受的 想 我要去感 所以一般人相信的神 民间宗教的神 他们会感受到 他们的神爱他们吗 我是很好奇 我会想知道 或是我有这样感动 要跟他们分享 我有珍惜这样的爱吗 神爱世人 我有珍惜吗 我有珍惜吗 那我怎么回应这样的爱 我有常去思考这个爱吗 点点点 所以其实光四个人 光四个字 你怎么去回归到 开始拿到 如果这四个字 或是你要受洗之前 看到这四个字 或是你受洗 那天晚上回去 再看到这 神爱世这四个字 你那些感动 是不是还继续留到现在 还是有新的感动 因为你可能更想要跟人家分享 所以这就是我所谓的出稿 你不一定要写这么多 但是对我而言 我现在这四个字的领受 可能是这样 鼓励你 蛮有意思的 所以这是出稿 我就是把自己打成零 然后从那边 谢谢 因为声音快美了 好 接下来我要小声一点 小声一点 好 那有拿到出稿的意思是什么 用最简单的心 最单纯的心 那应该也是有圣有的感动 其实以前是有一些 很早以前写的 那今天 我又重新想这四个字 有的是今天才写的 所以出稿只能写一次 你不能说 我写一写 然后读完解经书 再来写出稿 那就不是出稿了 鼓励你去想意思 你不能说 我现在写神爱世 因为各几天我要寄给张哥 所以我看完解经的书 再写神爱世 对不起 那不是出稿 他已经是有解经学者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意思你们大概很了解 出稿的意思 好 那预备好了 我们要进到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要整节来写 神爱世人 那神上帝那么爱世人 新一本 那为什么那么不见了呢 神爱世人怎么 怎么是 我用三个中文译本 可是中间这个译本 那么竟然有 不是新一本 那个是 那个 现代译本 有那么 那么到底 原文有吗 那这个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偷 我现在是偷吃步 用三种版本 用三种版本来写出稿 那么是不是不见了 原文有吗 甚至 我就没有解释了 甚至对我来说是感动 我就写下来 是白白的吗 他的 他的 那个 独生子 他的 神的独生子 那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神的独生子 独生子的意义 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 已经交到问题了 我要去找答案 要死 要死 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计划 所有的人 所有的 我刚刚有提了 那我把它写下来 那信 他 这个信的意思是什么 信他有这么重要吗 信他为什么可以取代 那个 做功德呢 那不是灭亡的 灭亡的意思是什么 我怎么跟人家分享灭亡呢 因为这节有灭亡啊 那很多人可能不想听到灭亡 那我们要知道灭亡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本来都应该灭亡吗 因为这里说 要使所有信他人不知灭亡 那是不是本来 就是所有人都应该灭亡 我如果在开始读的时候 然后反得 对我来说是很感动 另外一个方向 本来应该灭亡 所以反得 我是很享受 永生到底是什么 那神花了这么多代价 我们只要信 太划算了 不是吗 我的感动 我的领受 我要抓住 我要分享 太划算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不要呢 为什么很多人不要这么好的东西 为什么很多人想用他的方式去抓住 抓什么 抓生命吗 抓永恒的 那个有限的生命吗 他们在抓什么 我啦 我是今天 这今天才写 那么 那么 我有在意永生吗 我自己已经受洗了 我有在意永生吗 那如果我很在意永生 为什么我还那么在意今生呢 我为什么还那么在意物质上的享受呢 那是不是永生跟今生 应该要有连结 还是没有连结 我是用这一节写了 初稿 我今天才写 今天才写 那鼓励你们 三章十六节 大家都这么熟 那你能不能用初心 来写下 这个初稿 那你现在已经听过我了 就不算了 所以你可能就过一年 再来写 一年哦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first rap 很珍贵的 你可以看到自己 这是我在 那个9月9号 2024年写的 那这就会留在 我的 那个记录里面 这个三章十六节 好 所以初稿 大家了解意思了 应该很了解 所以 灵修 你们偶尔可以写 那如果你在讲到 在带领 要分享给别人的 那就鼓励你真的去写初稿 鼓励你 好 接下来我们请正杰 正杰要分享初稿 给大家听正杰或是师母 来 把时间 交给你 那我把这关掉 好 有听见吗 有 可以吗 可以 好 我把它转大声一点 好 其实我想 你们刚第一次听初稿的人 的话还是我有点点 不是很清楚 但是其实没关系 我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我想要 讲的就是说 我举别人的例子好了 我现在跟张哥也一样 我们每次预备 讲到的时候 我回音 有杂音 有杂音 张哥要关掉 关掉了 张哥要把声音没有 张哥你关掉了吗 好像有杂音吗 好了这样可以了 好 那我想就是大家一定会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大家不要着急 也不要紧张 因为呢 你开始写了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知道他要多好 像刚刚 张哥有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次在预备讲道或者说我们带领查经之前 我们都会先写我们自己的first drive 也就是说我们在看任何任何的参考书之前 我们先把我们读经的心得 看见 问题 想法 感触 感动 全部就写下来 就是你都不用看任何东西 你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其实 因为你看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感觉 所以因此张哥刚刚有提出每个人一定会写得出不一样的 一段经节每个人看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 会看到不同的重点 或者说看到不同触动你心灵里面的那句话 或一个字或两个字 那我那时候我就讲那个例子就是我们那个几年前我们去佛州服事 那我们也就开始介绍first drive他们认识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们就有每日读经 那就每天就会读一段 然后我们就提我们就鼓励他们说 那我们读的人我们自己就把我们的first drive 就是你愿意跟你愿意分享的人就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就读的人就把它放在那个网路上 所以每一个人来参加的人都可以往上写 然后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有 我举例啊假如说有十个人参加好了 然后这当中就有两三个是非常认真的写first drive 我们一看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花了他是很认真在写还是随便写写 好那所以呢有刚开始写的时候一定是比较粗浅 或是刚开始写的时候好像还会抓不到重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有有有十几多个人在在参加 那么就有些人就可以看到别人写了些什么 然后说就哦他看到这个点或是他这么想法 我们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彼此就有很多从别人写的first drive 当中去学到一些功课好但是也无所谓即使即便没有写到 我记得有个童工他每天早上因为他要搭船进他的公司 然后他每天搭船的时间就是他写first drive的时间 也是他领袖的时间他每天领袖完之后就把first drive写出来 然后就po到那个啊就就po出来然后之后他就去工作 然后呢他刚开始写的时候也就是因为不是很熟悉嘛 所以就慢慢写可是可以知道他真的是每天都写每天都写 我发觉这一两个很认真写的童工呢 几个月大概两三个月吧就可以开始看见他们写的东西越写越深入 他们对于圣经的感触就越来越敏锐 圣经的一个字两个字就触动到他们的心 所以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first drive 我其实不是说一定要越写越多 可是他们的感触看见就越来越深入 我所以那也有那个就是都不写的当然 那也有就是啊有写没写 有时候写有时候没有写这样子 那我就发觉那个常常写的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的进步非常的神速 就是就是看见他们真的不一样 那其中有童工 其中他们这些读经的我们就希望 因为那时候去希望建立他们这个戴茶经的童工 所以这些我们都比较我们就比较要求 在茶经的童工里面要写 那就有看见说写的人真的是在读经上面 或甚至他以后出来戴茶经的时候 他所带的东西就是会比较深刻 比较深入而不是粗浅 我觉得这是非常 我不是说我自己 我是看他们在做的人 我就感受到哇原来这个东西 我自己本来只是觉得啊就是一个习惯 但后来发觉当我们把这个方式 介绍给童工的时候 童工真的努力写的时候就感受到他们的不同 然后甚至有个童工 他后来觉得越读圣经越可慕 越读就越越 在茶经就越来越越有感动 然后呢的今年他就去念神学院 他觉得说他对神的话语 他真的太喜欢了 他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研读圣经 那我不是说大家要去读神学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自己最深的感触是 每一个人就可以在自己 每天的灵修生命当中去咀嚼到 哇原来圣经是这么的棒 或是这么的丰富 那所以我很鼓励大家 即便你不是很明白 但没关系就慢慢写慢慢写 然后或许大家有几个童工 我们成为一个小团体 大家可以彼此写 写上的first drive first drive没有所谓的好跟坏 因为那就是他当下看见的东西 他当下的感受 那当然刚刚唱歌示范那个神是爱 当然了你今天写比较会被他影响 可是你过了两三天 我想你就已经忘记他写什么了 那你也不用回去看 你就可以写你自己的first drive 你今天写的first drive 就有很可能跟你两三天写的 就是不一样 所以呢 你自己也可以把你的first drive 写下来 记录下来 你过几天或过几个月 或是几个星期 或是怎么样 你自己在对照 你就发觉 哦这段经节 我那天要干 怎么会是有这种感动呢 或是过了一段时间 哎我在看 我会发觉我看到更多 更深入了 那其实今天要分享 见证这个只是 我觉得最棒 最得意的 对我自己来讲 啊 顺经感受到的就是神话语 是竟然是这么的丰富跟奇妙 这就是我们以前在读生机 有时候会觉得 哎呀这读生机好像 读不到什么 或是觉得没什么滋味 或是觉得哎呦这个 嗯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是当我们开始写first drive 之后 你写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跟了没段经文 对你来讲 就是会很多的触动 或是感动 所以你在读经的时候 你就越读越觉得 圣经的话语真的太棒了 你会越来越 恳慕上帝的话语 甚至你在读经当中 越来不会觉得说啊 圣经怎么读 就是这样子而已 怎么读不到亮光 怎么读不到什么 那我相信 透过这个first drive 一定可以帮助你们 这是我自己的得着 也是那个童工 一个真的 就是他真实的见证 然后因为他们很早就睡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邀请他来跟你们分享 不过有一些童工认真写的 就让我看见到他的宝贵 所以在我带门讯的时候 我也会很希望我的童工 我的门徒们 他们就开始写 那真的就很不一样 认真写的人 写一段时间 他们就拿到了 哇原来这个这么棒 但是若是你没有认真写 你随便写或什么 那你可能得着相对的 也就会比较减少 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分享 想跟你分享 好就讲到这边 谢谢师傅 我是说 那如果你在初稿里面有问题 想要找答案的 那你以后就会按着这个方式 去找答案 去找刚刚说的 网站的解经的书 所以里面的问题 你往下继续 所以不是说 写初稿之后就怎样 如果真的你要分享清楚 或是你在讲到 那你就按着那个 所以初稿就是好像 铺了一个 你已经构图好了 那怎么按着构图底下去 往细致去迈进 那如果是每日的灵修 你想要找答案 你以后也会记得 那这个我这些问题 到底有没有去找答案 没有 你就发现 好像有点愧疚 那大概就是这样 好 剩下五分钟 本来要给你问问题 那没关系 所以底下故事型的 那撒末尔上 17章 对不起 应该是17章 不是第7章 撒末尔上 17章 32到37 你就给我很快 三分钟把它讲完 就是说 你不是很 一定是三章16节 这样 故事可不可以写 虽然不是那么多东西在里面 大卫对少罗说 这个故事我就不念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 你们都应该很熟 大卫跟 哥利亚 跟扫罗之间 那现在是跟扫罗 因为他要出去 去打仗嘛 他要替这些 以色列百姓说 我去吧 他跟扫罗的对话 那这是故事型 故事型怎么写 初稿呢 那我就请没时间 让你们消化一下 我来念好了 大卫对少罗说 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式人 胆怯 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式人战斗 少罗对大卫说 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式人战斗 因为你年纪太精 他自幼就做战事 大卫对少罗说 你仆人 为父亲放羊 有时来了狮子 有时来了熊 从群中泄一只羊羔去 我就追赶他 击打他 从羊羔 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 他起来要害我 我就揪着他的胡子 将他打死 你仆人 也曾打死狮子和熊 这未受割离的非利式人 像永生神的军队骂阵 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 大卫又说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式人的手 少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卫必定懂了 这一段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经节 故事 是不是写 当然你也可以写 当然不是像刚刚那样 一集也可以写 那没关系 所以你看 我也写给你们看 我今天也是今天写的 开始 小孩子和网说话 为什么不害怕 所以你把自己放到零 那你会有很多的好奇心 那个大卫就是不害怕 人都不必 他为什么说 人都不必呢 人都不要因为这非利式人 人都不必 那他要凭什么 那这些大人们为什么这么怕 可是他说人都不必 那非利式人 他所以他根本没看到他的高大可怕 因为从小就听这个故事 那个图我都会记得 但是大卫没有感觉 而且他大卫对扫罗说 你的仆人 所以大卫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谦本 你的仆人 然后你的仆人要去 这是一个决心 你看读经节 其实读圣经是很有趣的 我会为了神而这么勇敢吗 回到我自己 我有为神这么勇敢过吗 想想看 所以后面会有一个跟我的生命连结 扫罗你不能去啊 前面不是在讲 大家都不要 扫罗马上说你不能去 因为什么保罗有他的因位 你年纪轻 那保罗对提摩泰斯有说过 年纪轻不要看年纪轻 不要让你小看你的年纪 不是吗 可是扫罗在旧约 已经做了这样的事 你看我 我一想到 我没有看解经书 那他自幼就做战事 对扫罗而言 好可怕 自幼就做战事 那我是不是也会这样想 我什么是不能 那个人当执事 因为他从小就在教会长大 那我不能 是不是我也会这样想 那我为主工作 会不会这样担心 可是我工作会不会有这样的害怕 好难 好怎样 譬如说里面的工作是 那我怎么为主做见证呢 如果忙碌 是不是不能呢 譬如说有很多的 但是 我就是写我的first live 然后再来大卫对扫罗说 你看大卫继续对扫罗说话 那大卫不是随便的 他说我有原因的 没错 看一下 这个金节 不对 还好不错 32 33 34 他讲这个 他说跟这个扫罗说 我有原因 所以他不是批负之勇 所以大卫说 我为父亲放羊 所以大卫是牧羊人 为什么这里有讲 那一般人认为狮子熊 最可怕 所以他就用狮子跟熊 他的经历 所以33 35节 他有救过羊 牧羊人有救过羊 你可以想想看 跟我们现在牧羊人的 的那个角色 基督徒应该每个都是牧羊人 好 再来描述 你看他口条非常清楚 大敌张田 你现在不是在讲 那个书信 现在不是在讲 很深奥的那个神学东西 现在是聊天 你看两个人聊几天 那你可以说好有趣 那个敌人在前面 这两个人还在聊天 至少我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不一定是困难 而是你会发现 这蛮有意思的 为什么会记载下来 很有意思 然后再来 这边就很多的东西 所以又是你仆人 所以过去的经验 他有击杀过 那个狮子跟熊 所以是不是神在遇 对大卫 神在遇办 我都好奇 那你看大卫最大的 最大的 不喜欢的是什么 他们像永生 神的军队骂真 所以永生 神 这是他看中的 然后这个军队 是他也看中 但这个军队 是真的军队吗 不知道 但是大卫就这样说 他不会嘲笑这个军队 他没有 他只是嘲笑 这个非语斯人格利亚 你可以看精简 蛮有意思的 即使是故事 你在读圣经 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 那个初心去读 那你可以拿到 难度的 然后几下来又反射到我自己 我们呢 是不是有轻看以前的学习 神还是可以让我们使用 但是归荣耀给神 不是我很厉害 所以不夸大敌人 我也没有夸大敌人 但是我也不轻看敌人 就是这样 他还是跟狮子熊一样 他不是说他是像猫 他说他像狮子跟熊 所以最后一节太多东西 大卫又说 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他写耶和华救我脱离 所以他不高抬自己 他说耶和华救我 是耶和华在做事 不是我 所以他也必 这对大卫而言 是一个确信 是一个确据 是一个信心 那我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跳到最后 面对服事的时候 我是扫罗 还是大卫 我为了主我愿意吗 为了这些 属联的军队 这一支弟兄姊妹 属联的军队 我愿意站出来吗 那我有没有什么操练 没有我是不是靠主 还是我现在开始操练 那神你有没有救过我 神有救过我 所以我的回应 我的生命会不会不一样 我会不会拿这个出来 让神使用 那我如何跟人分享 这段经节 有没有如何跟人家 分享这个经历 所以即使是故事 但是你还是可以拿到 很多很多在这里面 你所谓的初心 那个初衷 或是草稿 你将来 可以从这边去找一些答案 或是用这边去跟人家侍奉 跟人家服侍 服侍别人 或是站出来 因为这段经节 成为你的帮助 鼓励你 好 所以没有要讲很仔细 所以初稿本来有三样 第三样让我想一下 撒木尔上17章40节 只有一节 罗马书也有看到 大家很喜欢罗马书 8章28节 可不可以写 很喜欢第8章 对不起 那8章28节可不可以写 就写两个 那个初稿 第一节而已 好不好 一个还是一样故事 一个是罗马书 8章28节 要寄给我 很好 没有寄给我 我会准备奖品 好了 好了 自己准备 好 那 大概时间不够 就没有办法让你问问题 就透过网路来问 所以希望今天享受 初稿 享受这些工具 那我也讲了蛮多的经节 所以为今天的每一个学习到的工具 跟每一句神的话语感恩 感谢神 那为自己祷告 能认真使用这些工具 正确的明白神的话语 正确的分享神的话语 那也更享受读上帝话语的那个乐趣 那为自己祷告 好好练习初稿 好好练习这些网站的使用 然后并且知道更多要干嘛 跟生命连结 那最后还是一样 为教会 祷告 能更看重神的话语 好 给你们一分钟 两分钟 那我们来做结束 祷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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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来说 好 我们来说 父神们先上感谢 为每一次这样的聚集 我们先上感恩 因为靠着神 我们能胜过 这些外来的挑战 我们能把时间分别出来 我们能把自己的 这时候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也分别出来 让祝你来使用 我们先上感谢 祝我们今天也享受到 这些工具网站 这些人开始的人 或是继续在补充的 这些同工们他们的用心 祝我们先上感恩 因着他们的摆上 因着他们花出的时间心血 甚至可能经过 很多很多的修改 我们今天才有办法的领受 享受这样的网站 所带出来的祝福 让我们也因着这样 更加可慕神的话语 想要知道更深 想要知道更多更广 那因着这样 不是带出骄傲 让我们的侍奉 更加的 可能是有根有基 让我们也因着这样的 认识跟了解 我们的侍奉 都可以合乎神里的心意 除了我们可能要更多的练习 更操练 怎么去享用这些网站 就求神帮助我们 能把一些的杂事放下来 专心在这边读神的话语 另外我们也在练习 读写 在读神的话语之后 写下我的初稿 就让我们能享受在当中 不是付出更多的时间 乃是怎么把这二三十分钟 空出来 也许是二十分钟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 自己这时候的感动 可以记录下来记载下 也许在两年三年五年之后 我们再看 我们就是充满了感恩 就保守这些弟兄姊妹 宝贝的弟兄姊妹 在神国是这样愿意让祝你使用的弟兄姊妹 求是你装备他们每一位 让他们享受神的话语 享受独神的话语 所带出来的祝福 享受神 你把宝贝的话语 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生命在神的话语里面 是被丰富 是被建立 而且让我们因着这样 在传讲的时候 就能传讲的更正确 谢谢你跟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时间 谢谢给我们这群宝贝的弟兄姊妹 我们就把这些感恩都献给你 也保守我们晚上都有好的睡眠 保守我们每一天 明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开始继续享受神的话语 对我们生命所带出来的祝福 谢谢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得圣们祈求 阿们 有问题的就寄给童工 然后他们会播给我 好那就这样 好好练习 谢谢张哥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